我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 偏偏有用不完的才华 要不充满期待 大嘴巴惊叹 你是徐立派里面的偶像 以前的香港人警察都是很帅 走来走去 这个都是比较幽默的 也把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放进去 蛮像我自己 编剧的这个朋友 他会寻找了研究了很多是不同的剂料 有不同剂料就给大家这个惊喜 大家以为我心很聪明 只是有一些时候会很笨 大家以为阿乐很笨 但其实他也有点聪明 好了 送我的老婆开车 还需要充分的证据 这个火花在去那边我觉得蛮搞笑的 一 二 三 升起的应该是我 来 谁 从小看了很多电影 确实是 那么都会有一点点紧张 跟他的面戏 老习记大妹的 闭嘴 你不配当警察 不配当侦探 到现在电影快结束了 我也开始对他没大没小了 来 最早起 一种电影啊 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 他们也会找一些电影来看 以前那个年代 那个中探那个 那个案件是什么破的 我觉得这个也蛮可疑的 有时侦探 光明是帮你寻找真相 我跟那个地坛 虽然阿乐被你们达职了 但他毕竟是个初次的侦探 真相是一个 杀欺骗不爱 人爱 帅气感的 不容若心 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 还蛮期待这个电影 也期待这个对你们 带给观众的时候 关了一种奇奇怪怪的 军堂的一种很稀奇的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